台风轩蓝诺持续影响台湾 北部降雨明显 西部风大 不过上午距离台风比较近的花冬 雨势却是不明显的 气象局表示 因为台风环流的方向是逆时针旋转 会从北风转为西北风 因此在中央山脉的阻挡之下 东南部反而会有焚风发生的机会 预计台风在4号的下半天逐渐远离 5号之后还有西南风的影响 天气依旧是不太稳定的 有没有可能维持凉爽的天气 之后直接进入秋天 气象局说还要再看 台风北上之后的位置来评估 海浪一波波打上岸 台东沿岸3号上午观测到近三米浪高 早上明明就离台风比较近 但雨势却不明显 接下来还有可能出现高温 气象局解释这跟环流风向有关 虽然花东地区是离台风比较近的位置 但是在整个环流受到山脉阻挡的影响之下 花东地区的降雨反而是比较少的 而且在今天东南部地区可能出现焚风的现象 要注意长风的反而是中央山脉的另一头西半部 民间气象团队发文 因为外围的北风配合海峡地形南下 西半部的沿岸平地空旷地区 普遍有七级以上阵风 而这回宣兰怒台风刷新了 有史以来最晚发布当年第一个台风警报的记录 比先前记录又往后推迟三天 气象专家吴胜宇说要再打破这个记录 可能会不太容易 气象局局长的证明点也说 今年第十一号台风轩兰诺 巅峰时强度为今年全球之最 强度数次大幅度变化 同时又有着很特殊的急转弯路径 接下来四号下半天台风远离 但天气恐怕还是不稳定 有没有可能维持凉爽天气 直接进入秋天呢 那在它北上之后的这个过程 也就是到明天五号之后 台湾附近的环境会转为比较西南风 西半部地区还是会有一些 短暂性的震雨出现 而后续的话北方是不是会有东北风接近 其实我们主要也还是要看 台风北上之后它的位置 台风北上天气预测有变数气象局 还要进一步分析 记者送报道 轩兰诺台风步步进逼 在宜兰南方澳出现了 强风跟震震长浪 不过因为还只是间歇性的大雨 不止有民众到海边来观浪 还有一些旅客不怕台风照常出游 另外在山区的部分呢 太平山则是已经出现了 猛烈的雨势跟强风 震震海浪不断拍打 伴随强风和雨势 天空更是一片灰茫茫 轩兰诺来袭 海边掀起大浪 浪大却还是有民众 撑着伞大胆到海边 就怕发生危险 暗许人员连忙到场劝导 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宜兰南方澳掀起一阵阵长浪 另外在乌石港 也可以看到两米浪高 不过因为上午只出现 间歇性雨势 似乎让民众感受不大 不止有人到海边观浪 更是有游客照常出游 我们这个早就预期好了 不知道会有台风 来到现场怎样都没人 虽然现场还是有零星游客 不过赏金船全部停驶 业者也表示这两天损失金额 上看两百到三百万元 你一天过山岛就一千八 一千八嘛 然后加赏金 一天大概两三千人吧 是蛮严重的 虽然落台风步步逼近 不止东北角海边出现大浪 山区部分 太平山也看到间歇性大雨 于是猛烈夹杂阵阵强风 天空更是一整片雾茫茫 不过随着时间推进 东北部地区风雨预计明显增强 民众可千万别掉以轻心 记得李柯燕 宜兰报导 说到台风宣兰诺的影响 在基隆地区呢 现在是已经可以慢慢感受到 台风外围环流带来的风雨 像是八斗子地区 这海浪是已经明显增高 外木山同样出现浪大的情况 海巡人员也派人到现场炫导 就怕民众到海边关浪 会造成安全上的疑虑 至于游客呢 常常拜访的朝靖公园 上午还是有零星的游客 现场间歇性的风雨 也让游客的伞开点开花 因此临时 随时基隆朝靖公园 受到台风宣兰诺外围环流影响 已经出现间歇性风雨 有游客的雨伞插点开花 全森林的湿哒哒 又游客趁着风雨停歇 照样外出游玩 来这边就有 到这里有 有感觉到风吊的 有 他在那个外面路障说 就是靠近海边的不可以过去 晚一点下就下杯 游客表示 如果风雨变大 他们会转往室内场所游玩 不过镜头转往基隆的外幕山 怎能明显感受到 风大浪大的情形 今天是大了一点 可是也还好 我来游泳 一定不行 还让台风警报有发 不是吗 有游客表示 受到台风影响 有明显感受到浪大状况 就怕有民众在台风天 到场观浪 海巡人员也派人 到现场劝导离开 不只观浪民众被驱离 就连外幕山的游泳池 也禁止下水游泳 而基隆巴斗斯的风雨 又慢慢变强劲的趋势 呼吁民众 如果要在台风天外出 还是得多加留意安全状况 记者留言此零行 SNG小组基隆报道 南台湾其实今天一早 也开始陆续出现风雨了 像是在高雄 就有帆布被吹垮的意外 在台南也传出有22株陆树倒塌 墾丁则是为了以防风浪过大 沙滩全部都封闭 禁止游客进入 另外就怕越晚 风雨会越强 东流线也临时宣布了 今天停航一天 让不少抵达港口的游客 铺了个空 东港港口出现人潮 准备前往小琉球 但到了现场 行程却突然被迫 离时喊咖 受到台风宣伦 落外围环流影响 港口跑马灯告示牌 纷纷宣告3号全面停航一天 也让不少游客相当错愕 连上充满无奈 期待出门游玩 却破了空 另外就怕越晚风浪越大 小琉球港口 则是紧急加开航班 要将当地游客 书运回台 船上旅客惊声尖叫 不难感受海上相当不稳 一听到有航班 能提早回台 港口也急满人潮 现在码头那边 有没有很多人 有啊 还是有人在开队 那要报吧 琉球还很多人没回来 所以我们再决定 再开一班过去 再把那个还没回来 人再回来 另一头屏东墾丁 同样就怕海岸 卷起长浪 发生危险 海巡署也纷纷前往 拉起封锁线 海滩全面封闭 实际的风浪 也比昨天还大 所以我们在今天早上 已经封闭 所有的园区的各个沙滩 提前做好准备 包含邻近县市高手 三号一早风雨 也陆续增强 甚至传出 帆布被吹落意外 台南也传出 有22株陆树倒塌灾情 索性都无人伤亡 尽管南台湾 受到台风威胁 相对来的小 但各单位还是严加戒备 不敢掉以轻心 介绍报道